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金融建模的第十七节课 那么我们接着讲讲期权内容吧 之前已经做了大概有四到五节的期权内容的课程 主要是围绕着二叉数这个定价模型展开的一些内容 那么之前的课做了很多前期的理论铺垫 包括风险中心定价 包括状态价格 包括如何通过这个Excel的模型去计算欧式的和美式的期权 以及如何写一些简单的VBA代码 对简单结构的美欧式期权进行计算 那么这节课的话比较特别吧 就是说我们可能去实际运用一下二叉数期权 去解决一些工作中当中看到的问题 今天这个是一个案例教绝吧 就是主要是和大家讲解一下如何通过二叉数这个模型去计算员工认股权这个产品的一个定价这个内容 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的话就说在一般的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那么它的一种融资渠道可以往市场上去借 也可以去向金融机构去发债 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去向员工去借 那么一种方式就是去发员工的认股权对于一种企业的一个就是可以承诺员工在未来以特定的价格去买入公司的一个股票 对吧也算是一种一个公司的一个福利吧 就是相当于对企业员工的一个福利 那么只要公司的股价在未来有大幅的上升 那么员工的话也可以收到相应的一个经济收益 那么在很多美国或者包括国内市场有很多这种高科技企业 就是成长性的公司经常会用这种方式来激励员工 也作为一种员工的主要的一种收入来源吧 那么在发行这种认股权的时候 通常是需要对他的财务会计报表去进行一个披露的 那么需要在这个资产负债表上去披露这个项目 对吧 包括费用上都要去记题 那么这个很关键的就是说你这个员工认股权应该如何在这个账面上体现 那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今天这个案例就是和大家去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去介绍如何通过二叉数模型 在一些前提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去计算这个员工认股权的一个价格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吧 我们假设一只公司的股票当前的价格是50元 那么他们这个公司发行了一个给员工发行了一个认股权对吧 然后因为由于一些税务上的一些关系吧 所以说很多企业在操作的过程中 他如果是今天发的一个认股权 那么他的一个执行价格一般也就是和今天的股价相等 我们假设他的一个执行价格也是50块钱 那认股权的到期时间是T 那这里的单位是年吧 比如说这个10年之后到期的 对吧 就权利只有一个10年期有效 当然这个认股权的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款 就是除权期限 一般叫做vesting period 也就是说这个员工拿到这个认股权之后 不是立刻就可以行权的 一般都有个除权的期限 我们假设这个除权期限是三年 也就是说这公司这个公司员工拿到这个股票之后 认股权之后必须赶满三年 三年之后才可以去行权 那市场的无风险波动收益率大概是5% 公司他的一个股票根据历史上得出的数字大概是35% 当然这个公司还有一个分红率 分红率是吧 大概是每年分红2.5% 员工的话我们还有个假设 就是假设这个公司每年都有10%的员工会离职 最后两点也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员工行权的一个价格出发点 什么是出发点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会有一个假设吧 就是说一般当股票的价格到达了这个执行价格的几倍之上 或者是一个目标价格 那员工就会去行权 那我们这里假设是员工他行权的一个出发价格 应该是在现在行权价格的三倍以上 也就是说当股票价格到了150块钱 员工肯定会进行行权 这也是一个假设 最后一个假设就是我们因为是二叉数码 所以要对这个期限进行划分 那么这里划分的单位不是一年一年为法国单位的 那一年的话可以分成N份 那我们这里假设是把一年分成50个期间 10年的话就是500个期间 是一个计算量非常大的一个二叉数 那显然不可能有手算 那我们最后的话其实是写了一个VBA代码 对吧 然后自定义了一个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打开一下 Employee Stock Option Value 对吧 然后我们请Ctrl A的话 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参数都调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Stock Excise Tenure Investing Rate 对于就是刚才这些相关的参数 那么大概有将近有10个参数左右 那么只要把这10个参数算进去 那我们自动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那在正式的开始介绍这个计算之前 还有一些前提假设需要讲一下 那其实刚才已经多多少少说过了 第一个就是在出入圈期间 那员工是不允许行权的 那如果员工在除权期间离开了公司 那么相当于自动放弃了这个股权 也就是说在三年以内 如果员工离开了 那这个权力是不能行使的 相当于放弃了这个认股权 那这个认股权就过月零了 对吧 还有一个员工的离职率 就每年大概一定会有10%的员工 会离开这个公司 那么过了出权期间之后 如果员工离开了单位 那么他就必须立刻行权 这也是一个要求 这个之前已经说了 就是说在认股权发行的时候 一般它的执行价格 就默认为是今天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股票的限价 最后一点也刚才之前说过了 也就是这个M倍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员工一般要求 在这个除权期间之后 他要求只要一旦市场的股票价格 到达了执行价格的三倍 或者是M倍吧 那就会选择修行权 那基本上案例的一个背景介绍 和一些要素就是这样的 那我刚才也说过了 我们是用的VBA代码去计算的 那怎么去计算呢 其实最关键最关键是 我们要掌握这个计算的一个逻辑和方法论 那我这里把这个计算的一个数学的一个模型 已经贴在这个地方了 不知道大家能看得懂吗 就是说这样一个计算的一个结果 我先把这个复制一下 踢过去 那我这里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模型是怎么产生的 那我这里简单做了一张模拟的一个图表吧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谓公司股价的发展路径 那我假设这个现在这个股权95年 为了简便起见 这个因为发展路径如果10年的话写的太长了 那么这个T5就是一个到期日 T1就是一个期时 对吧 那么因为是二差数的一个模型 股价的发展 股费就是上和下 对吧 那这是期初的一个价格 然后不断的往上或者往下 或者当中一个最后拟合出以后 到期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我假设第三年就是他的一个vesting period到期的时候 也就是前三年对吧 是不能行权的 那最后两年是可以行权的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对这样一个期权的一个定价 其实因为是二差数 所以我们之前如果学过美式期权 或者欧式期权的同学 或者是看过之前视频的这个同学都知道 只要是二差数定价 它因为是路径依赖的 所以说它所有的这个价格 都是从最后一期往前进行倒推的 对吧 所有的后面的所有的价格 它都是需要未来的一期 这一个价格的信息作为一个基础进行推导 那比如说我这里是T3这一列的 所有点上面的一个价格信息 都需要根据T4的一个价格信息作为判断 所以所有的价格都是从末尾向前去推 逐渐递推到这个T0这个时间点的 那我们这里就要去进行分类讨论了 首先我们第一个如果当这个任股权在到期T5这个时候 那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因为T5到期了嘛 所以我们假设所有的这个员工都会行权 对吧 当然这个如果价格发生不利的话 他们可以选择不行权 那么这个公司的话就跟之前欧市或者美市期权 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是这样一个公司 也就是股票价格在T5这个时间点 I代表这个不同的一个节点 就最后这个每一行吧 这样一个节点 对吧 是这个J T5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股票价格 去减去一个X 在X的话我就认为是一个行权价格 对吧 和零做一个比较 这两个值取大的一个值 那么公式就是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这样一个公式 也就是我们刚才一个Z表看到的这个这一个公式 这一个公式 那么回到这个讲义这个地方 第四 那我们就要看这是在这个结尾这个这个时候了 那么从这一个期间到这一个期间怎么去计算呢 那我们要做一下分率讨论 首先是要看这个vesting 是不是在这个vesting到期之后 对吧 因为到期之后和到期之前情况还不一样 那我们看的第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个呃 期间是在到期日呃 之前和vesting到期之后 这一个区间也就是T3到T5这一段期间 还有一个情况啊 确定了这个时间段之后 对吧 这是首先是第一个讨论的要素 就是这个时间问题 是在到期日到vesting这段期间 那么第二个讨论要素就是要看 当时的股票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发展情况 是在什么情况 那如果股票的价格是呃大于m乘以x的 也就是我们之前假设条件里面呃所谓的呃 当如果就说呃员工的行权有个出发点也就是说他们员工预期是要行权的一个基准就是一定要这个现代价格大于这个执行价的M倍对吧 那如果这个股票价格是大于M倍的那这个公式其实跟刚才是一样的 因为员工肯定会去行权 所以就是相应的一个价格M就是这个期限对吧 比如说这T4就是这个I就是14这也相当于这个第四第四个期限上各个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去减去X和一个零做一个比较对吧 或者行权或者不行权 就是用这个公式去进行一个定价 那么还有种可能就是说当股价小于了M乘于X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分类讨论了分类讨论了 那M小于X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员工是不会去行权 不会行权的因为我们说过了 员工一定要等于当这个价格大于等于M乘于X的时候才会行权 那么如果当他小于MX的话 一般员工是不会行权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行权呢 因为我们之前又讲了另外一个条件 也就是公司有个离职率对吧 那么当这个期间是在除权日之后 那员工如果一定要离职 他出于个人原因一定要离职 那么这10%的员工不管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情况 他都会去行权 只要这个行权的之后对他产生收益 他一定会行权 他不一定要 他比如说这个目前市场价格是这个行权价格的M倍 1.5倍2倍或者1.1倍 只要对他有利的话他都会行权 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这个价格就会有两部分 那我们首先看这上面一部分 上面一部分 首先E除于N就代表这一段期间里面 他的一个离职率 对吧 那么1-N就是相当于我剩下来留下来的一些员工 对吧 那留下来的员工他肯定是不会行权的 因为没有到M乘于X 所以他的价格就要看 如果是T4的话 就要看T5这个各个点对他的一个结果 对吧 那我们知道之前讲了很多遍了关于这个状态价格 对吧 包括无风险定价 那么是由这样一个公式去得到的 这里SU和SD就相当于是一个在上涨阶段和下跌阶段的一个状态价格 也是我之前重复强调过带有风险中性概率向下的一个贴线率 那么这里一个C就代表期权价格 那么这里I加1就是相当于是T4加1对吧 就T5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么同样的这里一个J 一个是J加1 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上涨的一个价格 去乘以一个他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提线率 以及一个J就相当于跟他平行的一个一个下跌的一个价格去乘以一个下跌的一个提线率 那么这个这一部分就是没有去行权的一些员工他的一个在这一个节点或者说这一个节点他的一个限制的一个计算 那么剩下的员工他们就行权了 就E除于N对吧 就相当于是当期离职的一个员工 那么我们称一个Max 也就是S 就当期的一个股价去减去一个行权价格等于0 那么虽然没有达到M 但是他这个价格只要是大于0的 那他就会行权 就是这样一个公式 可能比较抽象理解 但是我这样剥开揉碎了讲 大概大家就应该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那最后一段 那我们之前讨论了从investing period到到期这段期间 对吧 还对价格进行了一个分类讨论 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当这个到期日是在行权日之前的话 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 如果员工离职的话 那么这个行权价就等于0 其实我们这里公式可以再写一个就相当于是加上一个E乘于N再去乘一个0 那代表离职的员工 代表一个离职的员工 对吧 但他的一个行权价 因为他的那个期权就等于没有价值了 就浪费掉了 所以就等于0 对吧 剩下来的就是剩下了一些继续持有这个期权的一个员工 虽然没有行权 但这个期权是有价格的 那么这个公式就跟刚才的是一样的 对吧 虽然这里都不能行权 但这里的一期价格就要取决于这一期价格的一些折线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期的价格就取决于这样一期折线的价格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一个路径 最后我们把这个那个C括号0和0这个位置找出来 也就是我们最后要得到的一个期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执行价格 那刚才写的比较粗糙一点 那如果看的话就比较清晰的就是这样一个公式的一个数学符号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写的一段代码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装了一个模块对吧 然后这个公式比较的复杂 我们给它起名叫做ESOValue 也就是Employee Stock Option Value 那么相关的参数都这样 我这里就不带大家把这个公式全部去打一遍了 打一遍了 那我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样写和它的一些逻辑吧 那首先看这个是代码的一个起始吧 这个我们是制定了一个公式对吧 里面相关的各个参数 看名字就知道了 就是刚才我们列举的一些参数 那么首先U的话就代表上涨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当然这里有个铺垫 可能之前没有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这里都是用连续复利的一个方式去计算的 对吧 然后如果说是知道了股票的一个波动率 那我们是其实可以把它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给写出来的 一般就是U就等于E的Sigma Sigma去乘以一个T DiT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每一个单位的一个因为是二叉数码 也每一步的话相当是一年除以N 所以我们这里就写成N了 对吧 我们这里擦掉 同样的第二个是D D这个东西也是之前忘了给大家讲了 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知道波动率的话 就是负的一个Sigma去乘以一个DiT 但如果是完全的公式的话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当中还有一个Mu 应该是有个均值加上一个Delta Sigma乘以一个DeltaT 当然是有一个是有一个根号的 有个根号的 完全的公式应该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里假设它的一个均值是等于0 当然这个是一个不应对的假设 然后剩下来就是它的一个无风险收益率 因为我们之前是年化的一个rate 那这里要因为是有一年有N期 所以我们要除一个N对吧 然后后面就计算的是一个dividend rate 那同样的是我们要把它一个第一个是要把它年化的除以N 把它分成N段 其次要把它转化成一个就是连续复理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到后面都是用连续复理去进行计算的 那剩下来的这个PUPD SUSD 之前的课程已经讲解过很多次了 就是要通过风险中心定价的一个方法论 去把它上涨和下跌的概率给计算出来 那么把它一个上涨和下跌的一个贴线率 也就是状态价格给计算出来 那如果有不掌握的同学 可以再看一下我之前期权定价 期权方面的一个第一第二节课 对这个内容做了一个具体介绍 那后面我们第一步的话 就是要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 对吧 每一个节点它都有个对应的一个股票价格 和对应的一个期权价格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刚才在这个 就是这块模块 我们就是把它一个数组给定义好 那么stock price就是as a variant 就是它是一个灵活的一个变量 然后option value as a variant 就是把这个自变量给定义好 那么其实第二步就是在对它重新进行一个定义 把它把它定义成一个矩阵一样的一个形式 一个数字对吧 相当于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个数字 虽然我这里是一个表格形式 但我们可以看到刚才的话是一个是这样一个三角形 对吧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会看到其实当中有些节点是没有数值的 但是定义好这样一个矩阵的模式的话 后面很多我们需要用的节点就可以用到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把这里擦脚 然后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一段代码 后面我们就是要用第一个循环 这这样一个循环 对吧 这个循环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股票价格 就是刚才画了一个二叉数的一个模型 就是这样一个模型 对吧 我们假设这个I是tenu 就是这样一个期限 对吧 每一步就是一个I 那么这个J的话就相当于这里面每一个点 对吧 每一个点 那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 这个I和J的数字基本上是一样的 或者说是加1的一个关系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循环 我们假设这个J就是 它那个在每一期里面上涨的一个部署 那么之前这个也讲过很多次了 我相信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公式是什么含义 也就是它上涨的部署和它下跌的部署 对吧 相乘就是每一个节点的一个股票的价格 那么通过循环便利的方式 我们把这个二叉数里面每一个节点的一个股票价格给求出来 那么这是第一步 那有了股票价格 我们第二步就是要去求 最后一期 最后一期的一个期权的一个现金流情况 那么这个公式的话 其实就是套了一个max这样的公式 我们知道在那个excel 在vba里面如果要动用excel里面的一个max公式 先要打application再打一个worksheet 再去成一个mx 对吧 然后这个entranial就相当于我这里如果说是十年 那个每一年有57的话 那相当于就第500步 对吧 第500步 第500步里面有那个i 因为也是网上的嘛 估计就是501 对吧 501个价格 然后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用这样一个便利的一个公式 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公式 把它我换到第一页 就是这里最后一期最后一期所有的一个期权的一个价格 首先我们要把最后一期的价格option的一个价格给求出来 因为再再一次强调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二叉数的一个定价的一个模型 所有的价格都是从最后一期不断的往前去倒计 而且最后一期是非常确定的 就是用这样一个公式就可以求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就是在刚才股票价格 最那个那个每个节点都求出来的前提条件下 就可以把最后一期option的价格给求出来了 那剩下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 一个一个步骤 也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的一个步骤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面套了一个第一个循环 是以i为作为一个循环要素的 第二个是以j为循环要素的 那么这个目的的话 其实跟刚才是一样的 就是要把这里的一个所有的节点都便利 便利便利 便利过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i理解为这里面每一步 然后这个j的话相当于发展的往动向的每一行 对吧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回到这个 这里的代码这里 那我们这里是n乘以tenu减1 相当于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求出了最后一期的一个option价格 那首先我们就要求t减17这一个价格是多少 然后直到他到最后一个t0为止 也就是我们要求的一个current price 然后这里step-1相当于是我们是从从后往前是从比如说是54321这样一个顺序去进行一个便利 对吧 然后j的话我们是从上从下往上 那么从0到i 这样一个顺序 那我这里在这个循环便利之后呢 我们套了一个结构就是一个条件判断的一个语句 if if else else if else if 最后一个nf 那我们第一个条件就是如果说这个i是大于这个vesting period 对吧就是在到期日是是在到期日是在那个vesting就是行权行权突权日之后对吧 在那个到期日之前那么第二个条件如果它的价格是大于之前说的就是这个m乘以exercise的话 然后这里写的不好 我这里把这里擦掉 如果是大于m乘以一个exercise的话那我们这里就直接行权了 那么这里的公式其实就跟这里的公式是一样的 对吧 直接行权 我们再看一下之前那个讲解的其实就是用这样一个公式对吧 刚才把这个东西讲过以后大家可能可以理解一下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说 那当i是大于这个出权出权日的 那么这个价格是小于这个m乘以x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刚才说过的第二个公式也就是这样一个公式 我们要考虑持有到期的持有之到下一期的员工 以及直接今年离职的员工 他的不同的一个情况 对吧 分两步走 那首先我们option这个i和j 那第一个我们求的就是就说就是把这个权这个期权留到下一期的这个员工 之前也说过了这个SU的话就是一个状态价格上涨的状态价格 对吧 去乘以下一期上涨的一个期权的一个价格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把期末给求出来了 所以说这一期也就知道了 对吧 最后一期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倒数第二期了 那么后面就是下跌的一个状态价格 去乘以一个下跌的下一期下跌的一个价格 对吧 那么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离职的员工 离职员工可以当当地行权 那么我们就是从当时的一个股票价格去减去行权价格和零之间做个比较 对吧 两者之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节点就是 某一个节点的这个价格我们就求出来了 对吧 我们再看下去 那这是这是第二种情况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便利到当这个不偿 是在investing这个期限之前的 比如说这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的话 如果说是离职的话 那就这个期权就没有价格了 那么剩余的持有之道下一期的这个员工 那他的现在目前这个节点就要取决于后面这两期的一个贴线的一个价格 那直接就是刚才这个这个步骤里面的一个第一步 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公式拷贝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三个条件判断完之后 因为我们是从后至前 那么只要不断的往前便利便利 最后就会便利到那个最初的一个 C的零和零这个位置 对吧 最后我们的一个期权的一个价格就是这样一个价格 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公式的一个代码钻写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那就跟刚才我们这个写的代码一样 那我们回到这个exel表 我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们把这个公式给去除掉 我们 ESO Value 然后我们把这个参数给调阅出来 Cintrl A就可以把这样一个 函数参数的一个输入框给调阅出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stock price对吧 是这个50 然后access price对吧 是10 tenure是10 除全日是3年 无风险收益率是5 然后 股票的一个波动率Sigma是35 35% 公司分红率是2.5% 他的一个公司员工的一个离职率是10% 最后一个multiple是50 multiple的话 不好意思这里写错了 multiple的话是这个员工的一个价格出发点 也就是执行价格的m倍 最后才是一个这个一年的一个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界限 最后我们所有参数都写好了之后我们去回车 可能这个时间比较长 计算出来结果不大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可能是因为这个数字比较多 现在就对了 看到吧 我们再刷新一下 因为这里面有500多个节点 要不停的便利往前计算计算量比较大的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改成10 相当来说速度就会快很多 对吧比如说我们改成20 速度也会比较1000多 那么回到50 价格也被自动计算出来了 那计算出这价格之后呢 我们后面做一个敏感性分析吧 那我们要探索一下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股票这个员工认股权的这个价格 它和很多参数都有关系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计算公式以及各个参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敏感性分析了 这个的话关于怎么去做敏感性分析呢 我们主要用的是一个excel的data table这样一个功能 关于这个东西怎么用我之前有一节课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个功能的一个使用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一节课 那我们这里的话就用一个矩阵的一个模式去模拟这样一个运算 那么首先这个是一个我现在要研究的就是这个员工的一个离职率和这个最终股价 最终这个认股权的一个价格之间的关系 对吧 然后我们假设这个员工的离职率以0,1,3,5,7,9,11,13 这几种情况对吧作为一个基础 那我这里一个单元格我必须要去引用最后一个最终价格 对吧这样一个公式 然后我们选中这样一个整个区域 然后请out dt 他自动的会就把模拟运算表的一个参数给引用了 那我们这里因为是一个列 所以就是引用列的单元格对吧 然后我们引用的一个参数就是这样一个员工离职率10%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那由于这个计算量比较大 所以这个计算机需要跑一段时间 现在好像这个计算已经跑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就是这样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这个公司员工离职率和这个期权价格的一个对应关系就显现出来了 那这里一个很清楚的关系就是如果说这个企业的员工离职率非常的低 那么这个期权价格就越来越高 但如果这个员工的离职率非常非常高的话 期权价格会有一步下跌 对吧 会进一步下跌 那么就这样一个关系 当然我之前说了 就是说这个员工认股权里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参数的一个假设 每一个参数都会对这个最后一个最终价格产生影响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自己去对这个模型做一个分析 当然我这个表和之前的所有的案例都一样 会给大家提供在下方的视频下方的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感兴趣自己玩一下 那这节课关于通过期权二叉数模型计算员工认股权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了 那希望对大家有用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的频道 期待下一次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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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